字幕提供 嗨 晚上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玩的這款遊戲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叫做物語飄零之聲 這款遊戲 我很久以前玩過一次我有印象 但是對於裡面內容什麼 我一點記憶都沒有 謝謝大家 他是少數我玩過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沒有什麼 記得的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看這個重製版之後 他又會帶給我們 什麼樣的感動 勿於失落 應該是這一個吧 喔唷 他講成這樣子 排列書籤是什麼 收起書籤 唉唷 這好像多了什麼東西耶 是收集要素嗎 感覺滿有意思的耶 來吧 開始 上下左右 OK 基本上都差不多 第一章節 第一章 GOGO 當我聽見雙親去世的消息時 是在一個下著輕盆大雨的日子 是因為一場車禍 透過語音流言之道後 匆匆忙忙的趕到醫院 卻已經為時已晚 卻已經為時已晚 我沒能趕上去見 父母親的最後一面 好慘喔 大雨不停地下著 寬葬一色的人員 靜靜地舉行著他們的葬禮 他們兩人生前的願望是 可以秘密地舉行葬禮 父親曾經和我說過 在我小時候 就跟家裡斷絕關係了 所以沒有能來參加葬禮的人 只聽見不停歇的雨聲 市場十分安靜的葬禮 我一個人在廣大的便衣館裡待戰著 一種無法言喻的孤獨感朝我襲擊而來 自己已經沒有任何親人了 不安敢像陰影一般 沒過我的腳踝 他想想淹沒的那個沒嗎 可以給過 我是不是看到藍色的雨在後面 我現在看到 奉我去世的那一天恰巧是我的生日 嗨嗨晚上好 小兵那天本來也打算慶祝我考上大學吧 對於我上版這件事 比我更高興的兩人肯定是想大肆慶祝一方 畢竟在殘破不堪的車裡找到 要給我的禮物是如此訴說著 欸感謝茉莉的續定 謝謝茉莉 嗯 所以我們的主角他的父母 在一場車禍中過世了 然後他現在是大學生 OK 喔有人躺在那邊 是一個正妹 欸美女 Kitchen喔 嗯 啊不小心睡著了 哈哈哈哈 嗯 欸他角色是不是樣子沒什麼變啊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我得振作起來 好 那今天就稍微整理一下就去休息吧 角色好像沒有什麼太大變化欸 家裡的鐘很稀奇的是 是一座古董鐘 鐘擺上鑲嵌著一塊吞色的石頭 好像 好像他的故事核心都是在這個石頭上面對不對 叫什麼石頭啊 夜光石嗎 我已經忘記了 那石頭好像蠻特殊的 12點了 太磨磨正正了啦 意外事故證明 嗯嗯嗯 還是要現在是要整理 排列著爸媽喜歡的書籍 好像是一本相簿 上面附著手無法打開 印象中從來沒看過這本相簿 這個就先放在這吧 畢竟有點在意 嗯好 整理好的人身保險文件 你看 可憐啊 這樣是要把這些東西都收起來嗎 遺產稅的申請表 啊 跟媽媽借的商服 明天得拿去乾洗店才行 跟媽媽借的 啊你媽不是過世了 你媽也會隨身準備商服給你啊 替自己準備了嗎 所得稅申報 稍微整理一下再結束吧 好 這邊感覺東西還不少 深夜寧靜的住宅區 街道一個行人都沒有 埋葬許可證 嗯 好 把這個放回書櫃上就結束吧 這裡吧 什麼聲音 從書架的縫隙中找到一把小鑰匙 獲得小鑰匙 啊應該是那個日記的小鑰匙吧 這把鑰匙是哪裡的 為何會在這裡呢 感覺就像是被藏起來似的 感覺去掉 自信一點 故意不打開 果然先暫時不要看相簿吧 現在心裡有點難受 沒辦法想太多事 現在不是沉浸於悲傷的時候 從明天開始就只能一個人活下去了 總覺得累到快睜不開眼 今天要先回房間休息吧 欸 喔我可以儲存欸 我忘記可以儲存這件事情了 我靠 暫時不要卡 啊 等一下 等一下不行 我要打開它 我剛剛忘了生存檔 好打開來吧 現在打開說不就很難受 打開 給我開 不要找你喔 給我開 我叫你開 貼著令人懷念的老照片 哇 爸爸媽媽好年輕啊 怎麼了 剛剛是不是閃一下 它是在翻頁嗎 嗯 欸 這裡有一張紅白頁 相簿裡好像缺少了一部分 我小時候的照片被拿走了 嗯 也看看其他頁好了 結果只針對你的那個 啊 現在幾點了 嗯 聽不到時鐘的聲音 不是我記得前面就沒有聽到啦 指針停住了 我也沒辦法修好它 我不太擅長修理這種精細的機械 嗯 下次把它拿出去修理吧 總覺得非常累 鎖好門窗就先休息吧 有幾張照片被拿走了 所以它並不是全部拿走這樣 那我們一樣先存檔 所以不知道這一個 如果我們看與不看 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要先去鎖門窗對不對 嗯 上鎖我打不開 嗯 對了 明天這邊也得 明天收拾好才行 這是原本他父母要幫他慶生吧 怎麼到哪裡都上鎖啊 時間都停止了 這是蛋糕肯定已經腐壞了 好慘喔 女主角 他就什麼名字啊 等一下有人知道女主角就什麼名字嗎 我現在完全忘光了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你就放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你就放在那邊這樣子 放給他壞 喔還有遊戲機耶 你們家怎麼那麼好啊 呵呵呵 自己和父母的鞋子 我一直覺得他有出什麼書籤 然後魚的種類 所以代表這裡應該是有什麼 收集要素才對 我是這樣覺得啦 好不好 映照著自己的全身 母親的上浮事物有點太大 也許是你太瘦小 我記得他好像蠻瘦的耶 上鎖大 喂 不是 這樣就鎖好門窗了 差不多回房休息了 啊 我剛剛鎖的是 窗戶喔 我想說你連垃圾桶都要鎖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而且我怎麼就把它上鎖好了 我剛剛只是單純四處看一下而已 拿那麼大的房子 都是他一個人住了 他父母我不在了 大學課本筆記本化妝用品 高中時代籃球社的籃球 比賽優勝獎盃 唉唷看不出來耶 他居然是打籃球的嗎 天空很多魚 一顆星星也看不見 這是一個天空快要哭泣的夜晚 這邊應該 這沒什麼啊 唉我現在發現 他居然放一個籃球框在自己家裡耶 有沒有搞錯啊 我多喜歡籃球啊這些 就這樣睡了吧 屠如其來的孤獨感 看著那本相簿 讓我更有這種感覺 我無法想起上部中空白的位置 不可思議的是 我的童年回憶從以前開始就模糊不清 之前好像沒有這一段耶 我不了解自身的一切 就連知曉我童年的父母也不在了 要是在葬禮上 有父母的老朋友來的話 我可能就能得知自己的根源了 但是這個世上已經沒有真正了解我的人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只是真的好寂寞 怎麼就是想不起來呢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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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可愛的 我的孩子 過來 過來完成約定吧 被你們一分為二約定啊 用時間與殘缺來彌補我吧 什麼意思 一分為二的約定 就只有現在 只有現在 所以當那一天來臨時 過來吧 可愛的我的孩子 就將一切獻給我吧 我不允許你們逃跑 絕不允許 絕不允許 嗨嗨晚上好 安安 終身 有終身嗎 我沒聽到耶 有有有有 真的有終身耶 在哪裡耶 是那一座終嗎 他不是壞掉了嗎 應該停止的終身 現在正不規律的重複想著 怎麼會 我得想辦法讓終身停下來 你在幹嘛搞破壞了 欸欸欸欸欸 他在幹嘛啦 好像停止了 說不定被我弄壞了 漂亮喔 哇不小心一股靜的 連鐘擺上的石頭也撐下來了 咦 好像有什麼東西和石頭一起 從鐘擺的裡面掉下來了 有張像是照片的東西掉落在 從鐘擺上滾落下來的石頭旁邊 為何會藏在這種地方呢 照片上印著小時候的我 我的父母 還有一名不認識的老人的身影 照片背後寫了一段簡短的文字 好像是母親寫下的 19某某年某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縣阿座河村賢治的父親 賢治我師之 所以他老爸叫賢治 然後他媽媽是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然後他是師之 好像還寫著什麼 但有些字已經模糊不清無法辨識了 爸爸與媽媽還有我的名字 那一起出現在合照裡的事 難道是爺爺嗎 那為什麼他會跟家裡人斷絕聯繫啊 是出了什麼事嗎 有點忘記了 喔出現了 女主角經典的配裝 在那之後我過了忙碌的日子 政府機關的文件還有名義改寫 這陌生的一切都讓我感到困惑 但比起這一個最讓我忙碌的是 我得打更多份工來賺取生活費 從父母那裡繼承的遺產 全部都花在大學學費上了 我每天大學的課表都排得滿滿的 通餘時間則用來處理父母的後事和打工 上學處理後事打工的忙碌日子 足以讓我忘記悲傷 但當文件處理終於告一個段落的時候 季節變遷暑假就這麼到來了 忙碌的日子阿然而止 大學的暑假長得離譜 這本來應該是件開心的事才對 但對現在的我來說 只覺得憂鬱 環顧家中的四周 到處都是父母的影子 某一天 從棕裡掉出來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 這張照片上的大概是我的祖父 但當我盯著照片這樣想時 本意習慣了的寂寞 突然間湧上心頭 好想見你 好想見見你 我想跟你聊很多事 也想聽很多事 我這麼想著 便趕緊把打工賺來的微博积蓄全領了出來 趁著暑假去那張照片的地方看看吧 好辛苦喔 微博的积蓄 於是現在 我坐著顛簸的電車 正前往阿座和村 阿座和村是吧 這名字聽起來好酷喔 喔 終於到站了 欸 讚啦 讚啦 不錯欸這個 陽光針刺眼 但都沒有人在呢 沒記錯的話 從這裡到村裡 好像也要花點時間 怎麼行李都沒得就跑出來了 應該會有雜貨店 或便利商店之類的地方吧 不好說喔 嗯 公車站在 貼著祭典海報 三天後似乎是阿座和村的祭典 嗯嗯 班次非常少 買買看 在這種治療環境中 應該是180存果汁吧 買到什麼 哇 完全是人工香料的味道 人工香料汁 水啦 所以被告訴我什麼 人工香料無所不在 不要老想著只想吃自然的東西 人工香料才是你的好手伴 阿 阿不讓我們過去 沿途什麼都沒有的道路不斷延伸 要走路去那裡好像很困難 會跟你搖頭耶 真的是熱褲嗎 讚喔 他坐合車的公車 還有三個人才會來 總而言之只能先等 我是不是太早按了 我剛看附近沒有什麼可以撿的東西阿 我剛看附近沒有什麼可以撿的東西阿 好慢喔 哈哈哈哈 一路等到下午耶 還不來阿 是又要等到晚上 你的三小時是不是有點久阿 唉 看樣子感覺公車沒有要來的意思耶 從現在開始走路出發的話 應該可以到了村莊吧 我前面就想這麼做了 但你不讓我這麼做 然後等到晚上你才要走 你是喜歡在晚上的時候跑跑啊 什麼聲音 喔 警車 欸有一個警察 嘿那邊的你在做什麼 啊沒什麼公車一直都沒有來 紅車 因為坐公車的人很少 現在這條線已經廢除了喔 哈哈果然 難道你是想要去阿座河村嗎 是的 這樣啊 好吧 這麼年輕的孩子在這個地方 實在有點危險 如果我不建議搭警車的話 我載你一層吧 可以嗎 不用了謝謝 欸 我要先選哪一個啊 不用了謝謝 這樣啊 但你要去村子裡那裡吧 那個是要去這裡 什麼 阿座河村史料館 為什麼要去那種地方 欸那裡是史料館嗎 什麼啦 你不知道還打算去那裡嗎 欸 從這裡去的話挺遠的 真的不用搭我的車嗎 呵呵呵呵呵呵呵 算了啦 你不想搭也沒辦法 晚上的鄉間小路真的很暗 走路要小心喔 欸警察先生你不用考慮再挽留一下嗎 我覺得 我覺得你可以再試著挽留一下 搞不好我就答應啊 呵呵呵 不知道該怎麼說呢 氣氛有點奇怪呢 身高差 他 身高也不算欸 可是對方太高吧 嗯 我就覺得掉人家的好意了 不過這樣啊 那個地方現在是史料館 嗯 在這煩惱也沒辦法 只好試著用走的去村子裡頭吧 他走得過去嗎 而且他剛剛說氣氛變得很奇怪 啊 終於到了 路上沒有任何燈光 周圍還越來越暗 好不容易找到招牌 總算來到這裡了 可是中途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可是我以為會出現什麼事情欸 怎麼只有這樣子而已呢 呵呵呵 拒絕人家好意 居然什麼都沒有拿到 討厭 但是現在玩那種其他RPG習慣之後 你現在看到那些選項都會覺得 很難解決了你知道嗎 真的變史料館了 但 是照片裡的爺爺在經營的 吧 還會一直搖頭 這三里的路 嗯 嗯 這邊會有什麼嗎 沒有 沒辦法從這邊繞過去 這裡呢 也沒辦法 那這麼晚呢 還會有人嗎 還開著沒有壁館嗎 都已經來到這裡了 應該好好調查一下各種事情才對吧 好 好